那其實如果真的要去到買router 我要怎樣選擇才好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 雞蛋妹 自從上次分享了拉鏈線的經驗之後 有不少人都留言問我有關於上網的問題 除了拉線之外 也有很多人問有關於router的問題 例如家裡的wifi收得不好怎麼辦 那麽多款的router應該怎樣選擇 雙頻 三頻 又或者傳統的router mash wifi ap等等有什麽分別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看看選擇router的提示 GO 首先要知道router是有不同的種類 我在這裏分成三大類 有傳統router、mash wifi和AP 傳統router大家是最熟悉的 價錢比較便宜 款式也是市面上最多 而覆蓋的範圍在三款來說是比較小的 第二種就是mash wifi mash wifi有稱網狀網絡 不過市面上的mash wifi system 未必一定是用網狀的結構 而現在mash wifi的定義 很多時候除了主機之外 會不會有一個副機 或者幾個副機去延伸 網絡的覆蓋去解決 即是接收範圍不夠大 wifi黑點等等的問題 最常見都是一部主機 跟一至兩部副機 mash wifi比傳統wifi 價錢通常都會貴一點 如果你用了mash wifi的router 那你就可以把一個主機 設置在客廳 然後另一個可能就放在房間 或者放在你收不到的地方 在廳走入房間的時候 mash wifi的system 就會將你自動切換 那你就可以解決 網絡覆蓋不足的問題 簡單來說 如果你家裡覺得有些位置 是收得不太好 或者有些位置是收不到的 那你最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買個mash wifi 不過各位都要注意 mash wifi 因為是用無線的連接 在副機上面 它的訊號就會有減弱的情況 速度也不會跟主機一樣 所以這一點大家就要特別留意 而第三種就是AP 它是三款裝置之中 最貴的一款 因為每一個AP都要靠一條LAN線 去連接網絡 相比起傳統的router 和mash wifi 用一些無線的方法 去互相溝通 那用LAN線方法去連接 其實是更加不受到干擾的 亦都沒有這個訊號減弱的情況 但是每裝一個AP都要用一條 額外的LAN線 除非你本身自己有裝開經驗 如果對於普遍的用家來說 是有點難去自己安裝的 價錢也會貴很多 所以AP通常都是商用比較多 例如你是開店 然後大型的體育館 學校等等 輕輕說完router的類型之後 就要來到一些更加進階的東西 就來看看這一堆的數字和英文 在買router的時候 一定都會見到有n、ac 到近年就會見到有ax 後面也會跟不同的數字 而銷售有可能會跟你說 雙頻、三頻 收得很好 那你就會 媽啊好亂啊 怎樣才可以自己看到這一堆數據呢 首先 近年大家買的傳統router 很多時候都在走雙頻 那雙頻是哪個雙頻呢 一個router如果有一條2.4GHz 再加一條5GHz Wi-Fi 那除了這個Wi-Fi之外 你有時就會見到 咦 那為什麼會在原本的Wi-Fi下面 有一個叫做 Home Wi-Fi 5G 那其實這兩個的Wi-Fi 就代表兩個不同的頻段 現在有一些router 其實是可以自動切換頻段的 所以就不用自己手動切換了 2.4GHz的覆蓋範圍大一點 不過速度就會慢一點 那之後出的5GHz的覆蓋範圍就會小一點 不過速度就會快一點 那而三頻又是什麼呢 那三頻呢就是在原油這兩條的頻段上面 再加多一條頻段 那通常現在的三頻 都是一條2.4GHz 再加兩條5GHz 之後就來到N、AC、AX等等的英文數字了 那其實它們代表不同的製式 大家看看這個表就知道了 那製式又是什麼呢 其實不同製式走到最高的理論速度都不同 那越新的就越快了 那在router的包裝 然後在覆蓋範圍都看到它們走到什麼小色的 那好像這一部這樣 它上面就寫著AX 其實它後面還會寫去支援 這個AC、N、G等等 那有些人也會用Wi-Fi5和Wi-Fi6這樣說 那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 N仔式的router 就只是支援2.4GHz的信號輸出 而AC、AX制式的router 就同時支援5GHz和2.4GHz 即是雙頻的無線網絡輸出 那輸出的速度也會比N仔式快和穩定 不過大家都要留意一點 最高理論速度 即是它最高可以支援這個速度 那不代表它一定能走到這個速度 而最後這一組數字就是 每一條頻段最高速度加在一起 即是你會在產品包裝 或者簡介那裡看到的數字 很多時候這個頻段速度 即是你看單體的時候 它不是整數來的 不過在加起來的時候 通常都會拿到整數出來的 不過數字越大 也不代表上網速度越快 首先三分看落 通常都會比雙分高 因為它是由三個頻段的數字加在一起 但剛剛也有說到三頻的Router 例如Match Wi-Fi 很多時候都會拿一個頻段 做主機和副機的連接 但你實質使用上都是在用雙頻而已 而在雙頻裡面 我們又不會同時用兩個頻段 你每次都是在用一個頻段 再加上幾組的數字 只是代表最高的速度 和你實質使用上的速度 又會有些出入 所以未必數字越大就越快 我建議大家除了看一個 它最大的數字之外 都還可以反轉後面 看看每個細頻段的最高速度 就可以更加清楚地去比較 說了這麼多資料性的東西 大家頭髮有沒有開始大呢 其實如果真的要去到買Router 我要怎樣選擇才好呢 我覺得其實是好看你家裡的要求 以及你本身的條件 因為你可以選擇的Router都會差很遠 以下我就整合了幾點 就可以幫大家簡單些 去找到適合自己的Router 第一就是寬頻的速度 如果你是用100Mbps以上的寬頻 Router就要配備1000Mbps的接口 才可以發揮到速度 如果你買不夠 即是它就上不了 如果你相反 家裡的寬頻其實也不是很快 就算你的Router買到超厲害 支援得到很高的速度 你上網速度也不會去到很快 第二就是接收範圍 即是你家裡有多大 例如300尺、500尺、1000尺 甚至有些人是說2、3層的 你Router的要求和數量都不同 除了有多大之外 家裡的間隔也很重要 因為香港的房間雖然出名得小 但也有很多奇形怪狀的設計 可能你是一頭一尾 長條形的設計 又或者有條走廊等等 如果你的家裡是方方正正 沒有太多的房間 接收信號方便就會比較好的 相反如果你的家裡設計 不是方正的 可能你的走廊很長的 有很多房間 相對上接收就會比較難 例如你在房間或者廁所收不到 就代表WiFi的訊號 其實是覆蓋不到你家裡的需要 在這個時候 Match Wi-Fi或者AP 就是一個選擇 如果你說我是一間店 很多時候都會選AP 第三就是功能 最基本就是看LAN port的數量 傳統的路線都會提供 4-8個LAN port 給一些有線的裝置 而Match Wi-Fi的路線通常都會少一點 例如大家很熟悉的Google Match Wi-Fi 只有一個LAN port 大家在買之前 就可以數一數 家裡有多少裝置需要用到LAN線 例如我有兩部電腦要用到LAN線 可能你PS4、NAS、電視等等 可能已經在說要四、五個 可能如果你的路線只有兩個LAN port 那就不夠你用了 當然如果你全部不想LAN線 我全部都是 就是 WiFi的 那就不要這個煩惱了 另外 有些路線會有 Gash Wi-Fi VPN伺服器等等 不同的功能 你在買之前都可以看看 所以選路線就好像選擇家具 我覺得是好看個人的需求 即是未必越貴就越好 或者越適合你 相反也不是選最便宜就最便宜 今天除了跟大家看看 路線選擇的貼士之外 還受到Netgear的邀請 跟大家看看它這部的路線 Netgear OB Match Wi-Fi 6 專業級三頻路線 RBK752 它其實是一個Match Wi-Fi System 除了一部主機之外 還有一部紙機 兩部外形都是白色橢圓形的設計 然後底部有銀色的設計 而下面也有Obi的字樣 它總共有一個RAN 以及有三個LAN port 用了WiFi 6300 Match Wi-Fi的網絡系統 支援AX制式 除了一條5GHz 用來做主機和紙機的獨立連接頻段之外 還有一條2.4GHz和一條5GHz 主機和紙機也會自動切換 例如主機放在客廳 紙機就放在本身收得不好的房間 那你要客廳 走回入房間的時候 WiFi也會由主機 切換成紙機 因為間隔的關係 本身這間房間和旁邊 有一兩間房間都收不到 所以就放在這裡 除了在這間房間可以用 另外廁所那些也可以用 雖然不是每個人家的間隔都需要Match Wi-Fi 但如果你覺得家裡某些位置收得不好 或者收不到的話 其實Match Wi-Fi Router 也有一個比較簡單的解決方法 好 今天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喜歡可以給個like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想看我更加多的生活 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和IG 我們很快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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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